哈利路啊 大家平安 哈利路啊 大家平安 愿主耶稣在安息圣日赐福给我们 愿主耶稣在安息圣日赐福给我们 那我们早上要一起来查考 不要过于自诚智慧 我们今早一起来查考 不要过于自诚智慧 智慧是很宝贵的 智慧是很宝贵的 但是在彰显智慧的当中 如果显得过分 这样就反而变成不好 那这个是敬畏神要学习的道理 来看传道书的第七章 传道书七章我们看十六节 传道书七章十六节 传道书七章十六节 十六节 不要行义过分 也不要过于自诚智慧 何必自取拜忘呢 那这里讲到不要行义过分 也不要过于自诚智慧 也不要过于自诚智慧 说何必自取拜忘呢 这里讲到何必自取拜忘呢 就是说这样反而会引致拜忘的地步 所以十八节讲说这个是敬畏神的人要学习的道理 所以十八节讲到这个是敬畏神的人要学习的道理 因此这个彰显智慧 因此彰显智慧 是有需要的时候才彰显 是有需要的时候才彰显 没有需要的时候就要隐藏起来 没有需要的时候就要隐藏起来 平时不随便彰显的 平时不会随便彰显 那这个这样子才不会显得过分 这样才不会行得过分 过分就反而会产生不好的效果 过分反而就会产生不好的效果 所以圣经这里勉励我们不要过于自诚智慧 所以圣经这里面是我们不要过于自诚智慧 那真言是行事为人的智慧 真言是行事为人的智慧 这方面的教导不少 我们来看真言的十二章 真言十二章我们看二十三节 真言十二章二十三节 通达人隐藏知识 愚昧人的心章显愚昧 这里讲通达人隐藏知识 就是他不随便显露知识 就是他不会随便显露知识 是真正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用 是真正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用 这个就是聪明的人 这个就是聪明的人 就好像老鹰那个爪很厉害 他平时都是藏起来的 真正要抓猎物的时候 真正要捉猎物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会伸出来 那个时候才会伸出来 这个平常他把它隐藏起来 平时将它隐藏起来 一个聪明的人 他的知识是平常他是不会显露的 他的知识他平时不会显露 是真正需要才显露出来 是真正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显露 那愚昧人的心章显愚昧 愚昧人的心章显愚昧 所谓章显愚昧就是他有什么就到处章显 人家感觉就像愚昧 他不会感觉你是聪明 他不会感觉你是聪明 那这个就是要晓得隐藏自己 这个就是要晓得隐藏自己 只有聪明的人才晓得要怎么样隐藏自己 只有聪明的人才晓得如何隐藏自己 我们常常讲树大招风 人高招技 如果我们处处显露自己 如果我们处处显露自己 很容易引来别人的厌恶 很容易引来别人的厌恶 别人的嫉妒 别人的嫉妒 这个是不好的 所以何必自取拜王呢 为什么会自己拜王 就是人会嫉妒 就是人会嫉妒 人会厌恶 就想办法要把你打倒 那这样就会自己拜王 这样就会自己拜王 所以这个知识是不能随便彰显的 所以知识是不能随便彰显的 当彼得跟主耶稣讲 当彼得跟主耶稣讲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是基督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主耶稣就跟门徒讲 不可以跟别人讲我是基督 不可以跟别人讲我是基督 因为这个时候不是彰显他身份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不是彰显他身份的时候 如果随便彰显 如果随便彰显 反而死得快 反而死得快 时候没到 时候没到 工作还没完成 工作还没完成 怎么可以死呢 怎么可以死呢 那要不死得快 如果不想那么快死 就要小得隐藏 就要晓得隐藏 所以主耶稣叫门徒 绝对不能跟人讲我是基督 所以主耶稣叫门徒 绝对不能跟别人讲我是基督 一直到在最后被审问的时候 一直到最后被审问的时候 大祭司说我指着神启示 大祭司说我指着神启示 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 你是神的儿子基督呢 最后他才承认 他说你说的是 你要看到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 你要看到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 大有荣耀的将尔 大有荣耀的将尔 那个时候他就承认了 这个时候他就承认了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时候没问题 时候已经到了 他就把自己的身份彰显出来 他就把自己的身份彰显出来 虽然因为这样他必定了罪 但这个是神的旨意 所以要彰显的时候才彰显 不该彰显的时候就不可以彰显 其实彼拉多也知道 这些人把耶稣交给他 是因为嫉妒耶稣 耶稣讲道有能力 耶稣行事有能力 行很多神迹奇事 很多人跟随他 所以他们就嫉妒耶稣 因为本来是他们在带领的 他们是带领者 结果现在很多人都往耶稣那边去了 所以他们就嫉妒耶稣 因此主耶稣更有需要隐藏自己 这样才不会影响到他的工作 所以一个聪明的人 他就会隐藏知识 这样才不会招来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或是阻挡 或者是阻挡 而且一个有知识的人 如果处处显露他自己 如果处处显露他自己 不但人会觉得厌恶 一样的神也不高兴 因为这个就是一种夸耀自己 一种骄傲的态度 那神就会阻挡骄傲的人 神是施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这种处处要表现自己 反而得不到神的恩典 如果神不给人机会 你再有智慧又有什么用呢 又能做什么呢 所以一样的 人有知识有智慧 要晓得谦卑 要晓得怎么样去考虑别人 因为这些目的 是要来帮助人造就人 如果只是处处想要表现自己 不但不能帮助别人 不但不能帮助别人 反而会影响别人 反而会影响别人 像哥林多教会 有些人就是这样 走至哥林多教会 有些人就是这样 他们有知识 他们知道偶像算不了什么 拜偶像的东西算不了什么 拜偶像的东西算不了什么 为了表现自己的知识 他们甚至去到偶像庙作息 让大家知道 你看我不怕 这个就是误用知识 保罗说按他所该知道的 他还是不知道 其实他的做法就是偏差 因为他误用了知识 那就去伤害那些软弱人的良心 去伤害了软弱人的良心 所以他的知识反而让人跌倒 所以他的知识反而让人跌倒 反而去影响到弟兄 让他灭亡 反而去影响到弟兄 让他灭亡 那这样知识有什么用呢 这样知识有什么用呢 所以说爱心更宝贵 所以爱心更宝贵 知识一定要配合爱心 知识一定要配合爱心 这样知识的使用才会正确 才能够产生真正的帮助 真正的果效 所以圣经这里勉励我们 通达人会隐藏知识 愚昧人的心就会彰显愚昧 愚昧人的心将显愚昧 因为他会处处想要表现自己 我们再来看真言的十四章 我们再来看真言十四章 真言十四章我们看三十三节 真言十四章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 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 愚昧人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 这里讲智慧存在聪明人的心中 有些译本译诚中 智慧安居在聪明人的心中 有些译本译为智慧安居于聪明人心中 也就是他住在里面很平安 不会说不想住在里面想要跑出来 就是他住在里面住得很平安 不会想要走出来 也就是他不会一直想要把这个智慧表现出来的意思 就是他不会一直想要把智慧表现出来的意思 所以一个聪明的人 所以一个聪明的人 他不会处处要表现出他的聪明 他不会处处要表现出他的聪明 这样才是真正的聪明 这样才是真正的聪明 所以他的智慧很平安地住在他的心里面 所以他的智慧很平安地住在他的心里面 那愚昧人就不一样 愚昧人就不一样 他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 他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 因为他有什么都怕 怕别人不知道他有什么 因为他有什么都怕他怕其他人不知道 处处就是要表现自己 处处就是要表现自己 所以他所有的显而易见 所以他所有的都显而易见 其实这个是一种愚昧的表现 其实这个是一种愚昧的表现 所以聪明的人是不随便彰显自己的智慧的 所以聪明的人是不会随便彰显自己的智慧 我们中国人叫做大智若语 中国人叫做大智若语 真正聪明的人 你看起来他好像不是很聪明 你看起来他好像不是很聪明 因为他会把他的聪明隐藏起来 他不会故意彰显出来 他不会故意彰显出来 那这种就是一种真正的聪明 这个就是一种真正的聪明 中国的孔老夫子也这样讲 中国的孔老夫子也这样讲 说人家不知道你有什么 他说人家不知道你有什么 而你不想求人知道 你不想求人知道 这个就是君子的表现 这个就是君子的表现 也就是以孔老夫子的观念 他们追求就是追求君子 那就像圣经讲的 追求这种属灵的智慧 就好像圣经所讲 追求这种属灵的智慧 他们也认为你有什么 不随便表现 他们也认为你有什么 不会随便表现 你不会一直想要别人知道 怕别人不知道 怕别人不知道 要处处表现自己 要处处表现自己 君子不会这样做 他会把那些藏起来 他会把那些藏起来 他不会故意要去让人家知道 他不会故意让别人知道 是有需要才会拿出来用的 是有需要才会拿出来用的 因为这个是君子的表现 这个是君子的表现 那这种看法跟圣经的教导是一样的 这种看法跟圣经的教导是一样的 智慧很平安地存在聪明人的心中 就好像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 行了很多神迹 但圣经记载主耶稣要 他们不要去给他传扬他的名声 但圣经记载他们不要将他的名声传扬 我们可以看马太十二章 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 从十五节来看 由十五节开始 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五节 十五节 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 有许多人跟着他 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十六节 又祝福他们不要给他传扬 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态度 那些得到医治的人 主耶稣吩咐他们不要给他传扬 主耶稣吩咐他们不要帮他传扬 因为主耶稣在世上他是以人子的身份 因为主耶稣在世上是以人子的身份 他的一切都是从天父领受的 他的一切都是从天父领受的 荣耀是要归给天父 荣耀是要归给天父 不是归给自己 所以他叫他们不要给他传扬 所以他叫他们不要给他传扬 而且当时也有一些阻挡的恶势力存在 如果越知道耶稣行神迹 那个阻挡就会越厉害 如果越知道耶稣行神迹 那个阻挡就会越厉害 所以主耶稣也都很谨慎 因此在这里他就不要别人给他传扬 他的名声 因此在这里他就不要其他人 帮他传扬他的名声 今天主耶稣已经完成救恩 建设教会 我们都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 当然我们今天要传扬主的名字 当然我们今天要传扬主的名 我们得恩典我们为主做见证 这个是有需要的 所以主耶稣虽然行了这么多神迹 所以主耶稣虽然行了这么多神迹 但他不要别人给他传扬 但他不要其他人帮他传扬 那保罗恩赐在当时来讲 可以讲是最大的 保罗的恩赐在当时来讲可以说是最大的 不管是奇事 不管是神迹奇事 他所得到的恩赐都是最大的 他所得到的恩赐都是最大的 虽然他这么有恩赐 虽然他这么有恩赐 但保罗他谦卑 晓得隐藏自己 但是保罗他谦卑 晓得隐藏自己 他不会处处要表现自己 他不会处处要表现自己 跟那些假使徒不一样 跟那些假使徒不一样 假使徒处处表现自己 那这些刚好合乎哥林多教会的胃口 你们刚好合乎哥林多教会的胃口 因为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软弱的信徒 因为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软弱的信徒 他们就是一样处处要表现自己 他们就是一样处处要表现自己 他们就是高举人 他们就是高举人 所以看到假使徒这种表现 他们很欣赏 很喜欢 所以他们见到假使徒这种表现 他们很欣赏 很喜欢 那保罗这种属灵的表现 他们没办法了解 保罗这种属灵的表现 他们没办法了解 因此就看清他 所以逼到保罗最后 他说我也要自夸 所以逼到保罗最后 他说我也要自夸 这个自夸不是为他自己 这个自夸不是为他自己 是为哥林多教会 是为哥林多教会 因为哥林多教会 接纳假使徒 弃绝保罗 因为哥林多教会 接纳假使徒 弃绝保罗 这样假使徒的道理 就会影响他们 这样假使徒的道理 就会影响他们 教会就会产生问题 教会就会产生问题 是为了保守他们的信仰 是为了保守他们的信仰 他才说我现在也要自夸 他才说我现在也要自夸 所以说他说我变成遗忘人 是被你们逼的 所以他说我变成遗忘人 是被你们逼的 所谓遗忘人就是夸要自己 所谓遗忘人就是夸要自己 所以他说我现在也要自夸 所以他说我现在也要自夸 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 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 我们看十一节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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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节我成了遗忘人 是被你们强迫的 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 我虽算不了什么 却没有一件事在哪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这里保罗就讲我成了遗忘人 是被你们强迫的 这个保罗就讲我成了遗忘人 是被你们强迫的 因为在前面他就讲了他为主所受的 那些种种的苦难 因为他在前面就讲了他为主所受的 种种苦难 也讲了他一种很特别的体验 以前他都不讲的 以前他都不讲的 就是怕哥林多教会把他看得太高 就是怕哥林多教会把他看得太高 现在被逼到不得已他全部都要讲 现在被强迫了所以他全部都要讲 所以说他说我成了遗忘人 是被你们强迫的 所以他说我成了遗忘人 是被你们强迫的 我本来要被你们称赞才对的 虽然我算不了什么 因为恩赐是从神来的 人不过是神的仆人 再怎样也是一个人而已 算不了什么 但我没有一件事在最大的使徒以下 保罗自己很清楚 主耶稣给他的恩赐最大 超过任何使徒的 他自己知道的 但是他并不因为这样骄傲 他也知道他算不了什么 因为一切都是从主来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教会 主耶稣才给他这些恩赐 目的就是要建立教会 完成主托父的工作 那这个就是保罗他因为不表现自己 这个就是保罗因为他不表现自己 反而给哥林多教会看不起 反而被哥林多教会看轻 而弃绝他 而弃绝他 反而那些自高自大的假使徒 反而被尊重 因为这样保罗为了保守他们的信仰 也都因为这样保罗为了保守他们的信仰 他才需要被逼到这样子来自夸 他才被逼到要这样去自夸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1章的16节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1章的16节 保罗说啊 我在说人不可以把我当作愚妄的 保罗说 我在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 因为哥林多教会就是看他不起 因为哥林多教会就是看不起他 把他当作愚妄 把他当作愚妄 因为看起来就好像没有智慧聪明一样 因为看起来就好像没有智慧聪明一样 因为保罗处处不会说处处要表现自己 因为保罗不会处处说要表现自己 说虽然如此 你们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来接纳 他说众言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 因为哥林多教会不接纳他 因为哥林多教会不接纳他 弃绝他 弃绝他 这个才是问题 说啊 叫我可以略略地自夸 17节说啊 我说的话不是奉主的命令讲的 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所说的 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 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 既然有好些人凭血气自夸 既有好些人憑血气自夸 我也要自夸了 我也要自夸了 你们既然是精明的人 能够甘心忍耐愚妄人 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 那也就是说啊 那这样你们也要接纳我才对 就是这样的话 你们都要接纳我才对 那从这里就可以让我们感受得到 由这里就可以让我们感受得到 其实保罗他不会处处表现自己 保罗不会处处表现自己 他的因事各方面都是超越一切的使徒 更不要讲那些假使徒 更加不用讲过一些假使徒 但是因为他不表现 那这些属肉的哥林多教会 一些属肉的哥林多教会 他们没办法体会什么叫属灵 他们没办法体会属灵的价值 他们没办法体会属灵的价值 反而看清了他 看清他是无所谓 因为保罗他本来就讲 我被你们论断我当作很小的事 因为我是仆人也不是主人 主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又没有权柄自己可以决定 我要做什么不做什么 所以你们怎么样论断我 那可是没有意思 就是很小的事 因为我不是主人 所以保罗不是在乎他们的论断 而是因为这样 这些信徒他们就去接受假使徒那些错误的道理 而是因为这样 那些信徒就去接受假使徒错误的道理 这个才是保罗所关心的 才是问题所在 因为这样他也要让他们 不得已他也要表现自己 讲到他为主所受的苦有多少 讲到他为主所受的苦有多少 怎么样为主牺牲 因为那些假使徒就是这样夸耀 他们以在哥林多不接受他们的帮助做夸耀 他们以在哥林多不接受他们的帮助为夸耀 为了这个保罗在哥林多 绝对不接受信徒帮助 为了这样保罗在哥林多 绝对不接受信徒的帮助 就是让那些假使徒的夸耀 所以保罗说我是不爱你们吗 不是的 所以保罗说我是不是不爱你们呢 不是 这个是不得已的 本来靠福音养生这个是很正常 本来靠福音养生是很正常 他们当时又没有薪水制度 他们当时都没有薪水制度 都是要靠信徒帮忙 都是要靠信徒帮忙 但是在哥林多他就不要 就是因为那些假使徒以这个做夸耀 所以保罗才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帮助 所以保罗才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帮助 他们夸耀自己为主怎么样牺牲 保罗说要夸耀 那我现在也来夸耀 保罗说要夸耀 那我现在都夸耀 他就为主所受的苦 一一的讲得很清楚在这里讲出来 他就将为主所受的福一一讲清楚 本来这些他是不讲的 本来这些他不讲的 现在被逼到不得已才讲 但现在被逼了所以一定要讲 还有他被指到第三层天 到底是只有灵魂去 还是连身体都去 他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因为他的感觉有可能就整个人被提去 到第三层天去 他听见那个隐秘的言语 是人没办法讲的 就是能够去看到那个天国的美好 就是能够去见到天国的美好 那这个是主给他特别的体验 这个是主给他特别的体验 因为他要受的苦特别大 因为他要受的苦特别大 所以主耶稣给他这种特别的体验 所以主耶稣给他这种特别的体验 让他更容易更有力量承受这些痛苦 让他更容易更有力量去承受这些痛苦 那这种这么特别的体验 平常他不讲 平时他不讲 在哥林多教会的地方不讲 在哥林多教会的地方不讲 因为他知道哥林多教会的软弱 很容易高级人的 很容易高举人 会把他偶像化 就是 把他看得够高就是偶像化 会把他看得过高就是偶像化 超过了圣经所记载的道理 这个是保罗所顾虑的 因此他都不讲 那现在也是一样为了他们的信仰 必不得已他才要讲 所以他说我成了一万人是被你们强逼的 因为我本来是要被你们称赞才对的 结果反而被你们弃绝 所以我虽然算不了什么 但没有一件事在最大的使徒以下 却没有一件事在哪最大的使徒以下 这个就是保罗他平常一个为人的态度 就是不会处处要表现自己 因为这样属肉的哥林多教会才会看清他 他以为这样做是一种遗忘 他以为这样做是一种遗忘 就是要表现自己 其实是一种遗忘 所以他说我成为遗忘人被你们强逼的 因为他也感觉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因为他也感觉不应该这样做 但现在是为了哥林多教会 不得已才需要这样做 但现在是为了哥林多教会 不得已才会这样做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保罗平常 他不随便表现自己 所以我们都看得出保罗他平时不会随便表现自己 那愚昧人他就会处处表现自己 愚昧人就会处处表现自己 我们可以再看回来真言的十八章 我们再看真言十八章 真言十八章 我们看第二节 真言十八章二节 十八章二节 十八章二节 第二节 愚昧人不起爱明智 只喜爱显露心意 愚昧人不喜爱明哲 就是把自己的智慧隐藏起来 只喜爱显露心意 就是有什么他都怕人家不知道 叫做喜欢显露心意 也就是他自认为自己很聪明 就是他自认为自己很聪明 其实这个并不是真正的聪明 所以在这个十二节的地方 这里就告诉我们 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 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所以谦卑才是一种荣耀 所以谦卑才是一种荣耀 处处要表现自己反而是一种羞辱 处处要表现自己反而是一种羞辱 而且会叫人走上败坏的道路 因为神会阻挡这样的人 十三节说 还没有听完就先回答 就是他的愚昧跟羞辱 为什么还没有听完就先回答 就是认为我很聪明 就是自认为聪明 你这些我不必听 你这些我不用说 你一讲我就知道了 你一讲我就知道了 还没讲完就给他打断 就先回答了 还没讲完就将他打断 我就先回答了 这个是对人的不尊重 这个是对人的不尊重 其实就是说好你真的比他聪明 如果你真的比他聪明 这样的态度也会引起对方的反感 这样的态度也会引起对方的反感 所以没有听完就先回答 所以没有听完就先回答 这个就是一个人的愚昧跟羞辱 这个就是一个人的愚昧跟羞辱 那这个就是自认为自己聪明的意思 这个就是自认为自己聪明的意思 那真正的聪明 真正的聪明 其实他不会这样做 其实他不会这样做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这样讲 中国人有一句话这样讲 说半桶水会响声很大 半桶水响声很大 等到水满的时候听不到声音 等到水满的时候就听不到声 因为半桶水当然摇来摇去会发出声音 因为半桶水当然摇来摇去会发出声音 所以会发出声音就是因为半桶水 所以会发出声音就是因为半桶水 如果是真正已经水满了 没有声音的 如果真正已经水满了是没有声音的 这个是很自然的 这个是很自然的 就像那个道麦也是一样 道子麦子也是一样 就好像物子也是一样 当他还没成熟的时候 当他还没成熟的时候 头抬得很高 头向天 头抬得很高 头向天 目中好像没有人一样 目中无人 但是当他成熟的时候 但当他成熟的时候 他就低得很低 他就会低 那个头就低下来了 因为他里头真的已经饱满了 因为他里头真的已经饱满了 真的有东西 真的已经有东西了 自然就会谦卑下来 自然就会谦卑下来 是有非有 是有非有 那个头是向着天的 头是向着天的 因为还没有真正有 因为还没真正有 还不够成熟 还没够成熟 人就是会这样 人就会这样 所以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其实他不会随便表现自己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聪明 我们再来看真言的二十五章 我们再来看真言二十五章 真言二十五章 我们看二十七节 真言二十五章二十七节 二十五章二十七节 二十五章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是蜜过多是不好的 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 这里讲吃蜜过多不好 因为蜜很凉 虽然是好东西 但很凉 因为蜜是好东西 但是很凉 你吃太多 太凉会吐出来的 如果你吃太多太凉 会吐出来 所以吃蜜太多不好 所以吃蜜太多不好 适量就可以 适量就可以 那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以 考究自己的荣耀 考究自己的荣耀 都是可厌的 考究自己的荣耀 有些议证说 追寻自己的荣耀 考究自己的荣耀 有些逆成追寻自己的荣耀 就是怕哪一样荣耀 忘记了 就是怕哪一样荣耀 自己忘记了 或是怕别人不知道哪一样 我还有哪一样荣耀 或者是怕别人不知道哪一样荣耀 这个就是考究自己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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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个李政中的议本 就议证说 河畔的拖出自己的光荣 有日本就议证说 是和盆地拖出自己的光荣 并不是真光荣 并不是真光荣 也就是说一个人 把自己所有的光荣 全部讲出来 如果说一个人 把自己的光荣全部讲出来 这样就不是真正的光荣 这样就不是真正的光荣 这个就是 我们中国人叫做爱宪 表现自己爱宪 这个就是所说的爱宪 喜欢表现自己 怕什么你不知道 所以什么都要表现出来 所以什么都要表现出来 这样不是真光荣 这个不是真光荣 希希家王有一次不谨慎 犯了这个毛病 巴比伦王差人去慰问他 因为听到他病得到医治 所以特别派人来慰问他 他可能得意忘形 所以就按照使者所要求的 把他所有的金银财宝 全部给他们看 所以就按照使者所要求的 把他所有的金银财宝都给他们看 把自己所有的武力 所有的装备全部给他们看 把自己所有的武力装备都给他们看 神马上派以赛亚先知来跟他讲 神马上派以赛亚先知跟他讲 刚刚那些人从哪里来啊 刚刚那些人从哪里来啊 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 意思是说不会影响到我 意思是说不会影响到我 这个是太不小心的 这个是太不小心了 那时候他来这里看了什么 基西家王说 我什么都给他们看 所有的一切都给他们看 所有的一切都给他们看 你以为那么远对你没有影响 将来所有的一切都要被掳到巴比伦 将来所有的一切都要被掳到巴比伦 不单止是所有的一切被掳到巴比伦 不单止是所有的一切被掳到巴比伦 连你的儿子都要被掳去 在他的宫中做太监 在他的宫中做太监 那这个就是完全地显露自己的荣耀 神看就是不高兴 神马上就警戒他 你所有的一切都要被掳到巴比伦 你所有的一切都要被掳到巴比伦 所以可见这种做法是神不喜欢的 所以可见这种做法是神不喜欢的 因此人有什么不能随便彰显自己 因此人有什么不能随便彰显 智慧不能够过分 显露得太过分 是有需要才拿出来用 平常就是要静静地躺在心里面 保罗他也会希腊文也会希伯来文 但是他不会表现这个 在需要的时候 他跟那些罗马的官就讲希腊话 你也会讲希腊话 他要求给他机会跟这些百姓 跟以色列百姓来讲话 他要求给他机会跟以色列百姓讲话 那个是回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 那对百姓讲话他就讲希伯来话 对百姓讲话他就讲希伯来话 就安静了 你想不到这个人也会讲希伯来话 他以为他是在外面长大的 那这个就是他需要的时候他才拿出来用 这个就是他需要的时候他才拿出来用 不需要的时候他不会讲的 好像他罗马的身份 就好像他罗马人的身份 很多人也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等到需要他才拿出来用 等到需要的时候他才拿出来用 就是在这个 佛利比 无辜的被打被下在监牢 隔天官府来叫他们走 第二天官府就过来跟他说你可以走了 叫他们出监牢 保罗就把这个身份拿出来用 人家是罗马人 没有审问就这样打 现在要叫我们自己出去 怎么可以这样呢 叫他们来带我们出去 叫他们来带我们出去 那些官员一听他是罗马人 吓得不得了 那些官员一听到是罗马人 即刻吓得了 如果他要告他 可能就要杀佛的 因为如果要告他的话 可能就要杀佛 罗马人在当时是不得了的 有很大特权的 罗马人在当时是有很大的特权 所以就乖乖地来拜托他们 带他们出去 所以就乖乖地拜托他们 去带他们出去 那这个是 这个保罗的目的不是要炫耀他的身份 保罗的目的不是要炫耀自己的身份 是要警告这些人 不要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人 是要警告这些人 不要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他们 随便就这样子来执行执法 随便就罚他们 那又有一次 要已经在耶路撒冷 也是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 又有一次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 当他见证完了 当他见证完了 那些人听到保罗的见证 那些人听到保罗的见证 不但不接受 不单止不接受 反而很生气 把灰尘扬起来 把衣服甩在地上 那这个千夫长就叫人把他绑起来 要打他 要拷问他 到底是什么原因人家对你这么生气 刚绑起来的时候 保罗就对绑他的兵丁这样讲 人家是罗马人 他说人家是罗马人 都没有审问 就这样可以 就这样要绑起来 要拼打可以吗 都没有审问 你就这样绑起 要拼打是不是可以的呢 兵丁一听他是罗马人 赶快去报告 兵丁一听到他是罗马人 立刻去报告 千夫长一听他是罗马人 就害怕了 千夫长一听到他是罗马人 赶快过来问他 立刻过来问他 你是罗马人吗 你是罗马人 他说是啊 他说是啊 哇我花很多钱才得到这个罗马籍 他说我用了很多钱才有这个罗马籍 俄罗说我生来就是 所以赶快给他解开 所以立刻将他解开 不敢绑他不敢打他 不敢绑他不敢打他 因为当时罗马人这个身份是很尊贵的 因为当时罗马人的身份是很尊贵的 有很多特权的 有很多特权的 他最后也是用这个身份上告该撒 他最后也是用这个身份上告该撒 因为他看到这个寻抚不能主持公义 因为他看到这个寻抚不能主持公义 想要带他去耶路撒冷 想要带他去耶路撒冷 在那里审温 去耶路撒冷就会被杀掉了 去耶路撒冷就会被杀了 好不容易从耶路撒冷逃到该撒利亚 怎么可以再回去那个地方呢 所以他就用他罗马籍的身份上告该撒 所以他就用他罗马籍的身份上告该撒 那这种事有需要拿出来可以拿出来用 这个就是有需要的时候他拿出来用 但平常他不会想要这些事情 但他平时不会炫耀这种事情 那这种就是显智慧不会太过分 这种就是显智慧不会太过分 如果显得太过分 处处要显露自己的智慧 怕别人不知道 怕别人不知道 这样就是太过分 太过分就会产生反效果 太过分就会产生反效果 所以甚至不到期就死了 甚至不到期就死了 就是不该死的时候就死了 就是未应该死的时候就死 就是因为显智慧显得太过分 就是因为显智慧显得太过分 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出来 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 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 这个智慧他的彰显不能太过分 他的智慧章已不能太过分 是有需要才拿出来用 是有需要才拿出来用 没有需要的时候就是静静地在里面 这样子就不会过于自诚自慧 这样才是精神爱人的表现 这样才是精神爱人的表现 再来唱诗 238首 238首 248首 258首 258首 259首